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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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 PCM的Gudget Live第49集 今天 開始節目之前 想跟大家說說 之前我們也做了48集 的Gudget Live 如果大家想回顧之前 Gudget Live的內容 除了可以去PCM 的YouTube之外 現在也可以直接去PCM 的網站 在網站的右邊 大家就會看到 Gudget Live的內容 大家可以看完題目 去重溫我們的 節目 回到今天 第49集 特別一點 今天我們會有特別的嘉賓 跟我們講題目 事源就是 我們剛剛出了 這一期的PCM 比較特別的 行山的題目 事源就是 因為我看到大家最近 平時除了 躲在家裡之外 假日或者是好天的日子 都會出去行山 這樣 變成可以呼吸新鮮空氣 不用在市區上 那麼迫 戴著口罩那麼辛苦 但是 我們發覺很多人 都剛剛開始行山 甚至乎是沒有什麼行山經驗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個題目 做了這個題目之後 有些讀者都會問 會不會多說一些 關於這方面的資訊 又或者說 你們介紹的幾個APP 好像很簡單 每樣只有一板 只有幾張圖 怎樣操作 怎樣找路線 所以我們今天就邀請了一位特別嘉賓 是生藝教練 丁詠才先生 多謝 丁sir 本身和我都剛剛認識 但是我知道丁sir 其實都做了很多生藝的訓練課程 教了很多朋友 在香港 甚至乎在外地 一些行山的知識 樂趣 都會幫他們做一些考核 所以在行山上的經驗 就相當之豐富 丁sir 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人 都在郊藝公園 尤其我最近都走過幾次山 有很多人的裝備 或者他們的準備 是相當之不足夠的 我見到 例如他走到上山 可能去看報紙、雜誌 或者網站的介紹 但是走到半途 走到上山 走到上山 終點在哪裏 他現在在哪裏 都不清楚 甚至乎你看到的裝備 可能是一個 好像普通逛街的裝備 揹著手袋 普通鞋 我想說 如果是一個沒什麼經驗的 遠山人士 開始想去郊藝公園走 其實是否要做一些準備功夫 其實香港的郊遊徑都很安全 不需要怎麼準備 不如這樣吧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好啊 不要叫我雕Sir 叫我阿財 就可以了 很多認識我的朋友 都會叫我阿財 或者是生意界的學生 等等都會叫我阿財 我就是二級生涯教練 就是攀山總會裏面其中一科裏面的教練 另外其他那幾科就是 都是一些助教 行山的經驗 我跟前輩相差都還有一段距離 不要這麼說 叫做勉勉強強就可以聊一下 先講講上山的裝備 我會看到這幾年的演變都會很大 原因就是這幾年就流行跑山 是啊 變成跑山的裝備上 你不是說它是不安全 而是比較上輕便一點 有些朋友都會覺得怪 就是可能什麼都不需要帶 就可以上山 有些路徑我們經常都說是OK的 譬如有些香港的四大路徑 加上一些郊遊徑等等的東西 有部份是真的可能帶點水 或者少少的輕食 這樣就可以上去 或者是每個人的家裡都有的 一些普通的T恤複褲 那些都會帶點水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較上 我們經常說的長程一點的 是 行山路徑 我就會每一次上山 教班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遇到一些人 會這樣跟我說 請問哪一處可以乘車走的 這個其實都很奇怪的 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哪裏 我真的不太知道 而且我又不知道自己在哪裏 亦都不知道怎樣走 但其實他會跟我說 我現在都是用電話的Apps來做 電話Apps通常都是用Google Mac 我跟他說 你有沒有看到Google Mac 裡面全部都是綠色的 因為原來他上山 Google Mac 顯示的東西多數都是綠色的 也未必顯示到那條路徑 究竟在哪裏 我會教學生怎樣 你事先做一些小小的功課 你起碼上網搜尋一下那條路 究竟怎樣去 終點是多少 要走多遠 上高下低多少 等等的東西 我有個分享就是 這本小冊子裏面有一個叫做行山樓 行山樓其實就是康民處搞的一個行山路徑的資料 他除了有實體版之外 還有網上版 他裏面教的東西真的很多 他分開不同的難度 時間 又或者你需要怎樣去 種籤演圖等等 譬如你上高幾多 下低幾多 他都會有寫出來的 這個呢 我也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推介給大家 如果你說是一些伸手想行山 又不想行 我經常都是行物理號徑 港島徑 那些悶的話 你可以看一看 網上打行山落 這三個字便可以 又或者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也有同軍的背景 同軍裏面有一個叫做山嶺同行的網頁 你只要打山嶺同行的話 他就會彈出來 現在好像差不多有三十條線 他就分開一星至五星線 主要就是推薦給同軍 教他們哪些路線 比較適合 例如初學者 你說想挑戰一些難度的 例如藍蛇尖 又或者其他等等的地方 他都會告訴你 好像是行山落的資料 方便到大家容易找到資料 行山落這本書 是否在民政事務處 其實都會有 或者簡單來說 每一個人來到 你上到網的 行山落三個字 已經彈出來 他會有很多不同的線 分開 有些初學 有些一家大小都適合行山 又或者是你要注意的事項 最好就是你怎樣搭車去 有搭車去和搭車走的建議 有起點和終點的交通安排 這個就少了很多人 為什麼我們會建議有一本書在手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可能很多人說 我安裝的應用程式就可以了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走上山 你不清楚你那個位置 究竟有沒有網絡的覆蓋 很多時候這些應用程式是網絡的 那些資料 其實如果你沒有網絡的時候 就算你Google Mac 你拿不到你現在的位置 那些資料 變得不太準確 甚至乎有些地方 可能你想放大地圖 看一看 原來沒有網絡 那你就會有點麻煩 所以我建議 有本實體書 始終都會方便一些 當然你說行山落這個資料 其實我們 上次都介紹了一個 交遊落行的app 都是漁護出出的 其實裡面的資料 就大致相同 你說我裝作才落去手機 都可以 因為交遊落行的 其實就不是網絡 它是一個資料 但你不要當一個地圖app 用 因為它不是說 錄像時間可以 錄像到你的GPS 看得到你的位置 但如果你想一些 information checking 好像這本書 作用 本書和交遊落行的app 即漁護處那個 都可以用 裏面的內容 剛才我都比較過 都大同小異 當然有一本書 有書的好處 就是說我們看上來 會不會方便一些 還有你 它裏面的介紹 其實都不錯 因為很多行山勁的 一些背景資料 附近有沒有一些 特別的名聲 或者可以參觀到的地方 他都會有介紹 他都幾全面 他有一個做法 就是這本書 其實有很多情況之下 會跟潘總 即是我們現在的學會 有一個合作性 就是他每兩年 他就會找我們生日教練 去走完所有的事 去確保那條路是OK的 很更新的 還有所有的資訊性的東西 都會更新的 例如哪個位 有特別的風景 他都會介紹 這是一個不錯的介紹 因為很多路徑 其實不要說這兩年一個更新是很小事 因為好像上次打風 其實很多路是爛了 如果沒有更新的地圖就像你跟著舊的地圖走到上去 為什麼那條路過不了 會有這些變化 所以兩年一個更新的地圖是很重要的 剛才你說到跑山 我也看到的 現在很多時候我們行山有些人很輕鬆的裝備 很小的行山背囊 那些就很急速的行山 跑山 跑山很多時候都不會有很大堆人 可能只有一兩個 或是前後腳去行山 我剛才所說的很多就是好像平時逛街 例如你去商場逛街那些裝備 可能穿一件大衣 牛仔褲 這樣走上去 那些適不適合呢 尤其是我很擔心 其實他們是不知道這條路 因為跑山那些通常有行山經驗 他們會知道自己的地圖 或者知道怎麼走 但是零經驗的朋友 我們看到 他們不知道那條路有多長 他們不知道要走多久才到終點 甚至乎我見過很多情況 他們很多時候不懂得控制那個時間 例如下午四點多鐘 我們就下山了 你見到他們是逆線上去 他們才開始走 這些隱隱約約會有些危險性 這些你又怎樣建議 其實是否做定功課 看好這些地圖 或者預計到那個距離 路線 要用多少時間走 做一些計劃 我首先第一件事 當然要買廣告 最好是想我們山村的山藝訓練班 但如果他們不能夠 或者是時間上不容許 那段期間真的很辛苦 我想出去休息一休息 其實我們可以讓他們考慮一下 全香港有四個很大的路徑 例如物理浩徑 港島徑 鳳凰徑 衛順徑 這四個徑 我們就經常說 差不多包含全香港新界 東到西 南到北 裡面也包含很多不同的分支 裡面有些叫做交遊徑的地方 那些交遊徑和物理浩徑 為什麼我這麼推薦他們這樣走 原因就是他們每五百米 就會有一個標距柱 你看見這條標距柱 一句都說了 起碼沒有不害怕 起碼知道沒有盪失路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很多時候都會有些路牌 譬如他們會告訴你 由這裏走到那裏 那大約要走多久 或者是辛不辛苦等等的事情 這些就是一個很好的我們叫做佳拉 比多利斯知道 最好當然是在網上找了資料才去走 但是如果我去到的 我都會看回一下 原來我由這裏走到那裏 大約要多久 多遠 中途你說他肯問人 那些 我發覺我都不害怕的 我最怕他就是不肯問 不肯問那些就麻煩一點點了 例如我有一次 帶隊去這個 在晚安山對上的晚安平 那時候已經四點多 逆線真是河里華 真是有人過來 他問我 我上這個 我一時不記得 跌死人那裏 那裏叫做 甚麼捱 早前有個警察救人 是呀 是呀 那裏 他說在那裏怎樣去 我說四點多不要去 如果你現在去的話 只要叫民安隊來找你 不如你現在走回頭 跟著那條線下去就最清楚了 有很多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看到他們的裝備都是比較普通的 不是一定要很普通的 我們經常說 最少都應該要多帶點水 因為我手上看到那支水 就只喝剩四分之一 我不知道他的背包裡面有沒有 既然你在那個位置 你還問我自己在哪裏 以及要去哪裏的話 我相信他真的不太適合 我們比較害怕 不如拿一條最近的路回頭 下回去 吃個下午茶那裏 無謂那麼辛苦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沒有估計到前面那段路有多長 或者自己的能力 以及時間 天黑 天黑和入口在山上的環境 除了是光暗 太陽光問題 溫度 以及很多你預計不到的東西都會出現 萬一你走不到的時候 是不是要在那裏過夜呢 有沒有什麼裝備呢 晚上的溫度很大 晚上你會冷 這些事情就要考慮得很清楚 我也經常說 如果你入了夜 你是在走石屎路的話 基本上你都不會太害怕 這一點我們反而是擔心一點 因為意識上 大部分行山的朋友仔 他都會覺得 咦 我們的路很短 沒有理由需要走到夜晚 他可能中途想不到很多事情 可能休息得久了 或者氣力不計 又或者同伴走得慢 掛著拍照等等 很多時候會入了黑 還在山路上 這個就是會構成一個很大的潛在危險 這一點我們反而是覺得 很少人會注意到就是 會帶這個照明工具 當然啦 你說我早上去走的 我只是走一條很簡單的路線 我預計一兩個小時就沒有問題 那些當然你會跟我說 你帶照明工具你傻的嗎 這一點我們也會理解 但如果你打算是一個長時間的 路線 又加上可能多人等等的東西 因為時間性可能真的會很久 這一點山中的安全 我覺得就是要注意 可能要帶好多些涼水 帶好一件風衣 風衣 因為太陽一下山 尤其是這些時間 早上和晚上是特別涼的 溫差很厲害 特別涼的 會比較冷 一冷又不想走 又肚子餓了 真的不知道怎樣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盡量減 盡量減 盡量減 做到多少做多少 希望他們可以找回多些前人 前人走過那條路的知識 或者是路線 原來有些位置可能是難一點的 所以我們需要多一點時間 這樣會好一點 是啊 因為我自己有經驗 早前大家很流行去獅子山 聽很多人說想去獅子山 抬上公仔也行 但其實上獅子山也有些難度 不是很簡單 很輕鬆走上去 因為有些位置也要用到手 下手輕輕爬一爬 甚至上獅子頭就更危險 因為獅子頭也挺直的 變成有些難度 變成大家不要低估 很多人走過 是不是自己都行 其實都真的要做功課 我覺得 因為很多路徑 雖然說現在香港很多行山路 其實很漂亮 鋪了石屎路 我們走慣山也嫌不太多 但對於一些經驗 不足夠的人 其實都算是安全 只要你是經越石屎路走 其實就沒什麼大問題 但如果有些比較小的山徑 可能你就要經驗多一點 或者準備功夫多一點 會好一點 第二件事 我最近行山都經常見到 尤其是最近的情況 特別嚴重 沿途是很多口罩 到處丟 我們都不厭其煩 我記得上一集結尾 明明都不是說這個題目 我都建議大家 真的不要丟垃圾 丟口罩 其實我們走慣山的人 有一件事 就一直說 就叫做不流行 可不可以說 不流行是什麼 或者如何去做到這件事 其實我們說不流行 美國那邊又開始 我們不停上訓練班 有些叫LNT的訓練班 主要是中文譯翻 就叫做不流行 燈山 他主要是想跟大家說 他有七個理論 不是強制要你執行 那七個理論 其中有一項 我可以在香港用得到 就是帶走所有你帶來的垃圾 原因就是 我經常都說 不是我罵香港政府 而是我覺得 為何現在去公園裡 這幾年才沒有垃圾桶 前那幾年仍然有很多垃圾桶 為何我們經常說 你知不知道 鳳凰山山頂的垃圾桶 是誰去收垃圾桶 這是很多年 是不是那些行山人士 有些有心的幫手清的 你不會清潔工 走幾個小時上 鳳凰山幫你扔一袋垃圾 簡單來說 我們經常開玩笑 跟同學說 同學會怎麼回答 有人把垃圾抬下來 全部一堆堆 究竟是何時抬 可能一個星期抬一次 或者一個月抬一次 我說我抬垃圾桶 都挺慘的 但你經常都見過垃圾桶 清了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風吹走垃圾 所以周山都是垃圾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你不要以為 好像在市區 我把所有東西 扔掉垃圾桶 我安心了 我沒有做到垃圾桶 但其實是錯的 在郊外 除了風吹走垃圾 除了風吹走垃圾 之外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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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豬 野豬 就該死了 整個垃圾桶 都被推掉了 來拿裡面的東西 就算你用什麼方法 我不知道為什麼 動物這麼厲害 你設計的垃圾桶 設計得多漂亮的話 它也有辦法 給你拿出來 現在香港很多郊外公園的垃圾桶設計 有個鐵閘 就是一個籠囊 困住 拿你命 它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出來的 我經常教學生 其實你帶得來 就自然一定帶走的 你不會告訴我 你帶個膠瓶來 喝完膠瓶 你放不回到背囊裡面 你扭爛它 帶回背囊 還有我們真的 蒸餾水公司那些一定罵我的 我就要求他們 不要帶膠瓶上山 自己帶水瓶 自己帶水瓶 譬如你的餐具 你就用回家裡的餐具 都沒有問題 不要說只是那些蒸餾水瓶 其他的包裝的物料 你可不可以拆掉才拿上山 你用一些膠盒 用來栽埃三文治 你用完之後 那些膠盒又可以拿回去 那些垃圾也不會有 好了 你說不是 無論如何都會有些 那些膠盒可以用來栽埃 帶上山 拿回家裡 那就沒問題 不是啊 阿財 這條馬路 有一個垃圾桶 為何不能丟在那裡 我們經常都說 你有沒有去過黃石碼頭 黃石碼頭 碼頭的垃圾收藏 就在馬爐旁邊 那些牛 猴子 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去那裡吃的 我有很多照片 可以給你們看 那些牛 都捐進去 那些牛 如果吃了膠袋 不知道大家會想一下 他會怎樣 很多人都會想 有什麼問題 他們什麼都吃的 吃了什麼都可以解決到 我會給他們一些實際的資料 有時候我教班都會 給他們兩塊不同的牛屎 一塊很漂亮 另外一塊就一砍 我說為什麼有兩塊不同的牛屎 那些學生都常常猜 那為什麼會有 你覺不覺得你消化不良 或者是肚窩的時候 你覺得那隻牛 為什麼會消化不良 或者肚餓 嘗到膠袋 吃了他不應該吃的東西 例如 我見那些燒烤人士 他真的很有愛心 他給牛扒 真的很有愛心 我經常都覺得 很有愛心 香港人真的很有愛心 給牛扒給牛吃 給豬扒或者雞扒 怕餓死他 但是正正牛就不是吃這些 牛的胃的結構就是吃草 那你會看到 那隻牛很慘 整天都在吃草 吃都好像不飽 我餵一塊豬扒給他吃 他就飽一些 你餵一塊豬扒給他吃 他真的會飽一些 他飽很久都可以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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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這樣想 如果你帶回所有的垃圾 拿回家裡 對於你那個 我想也不是很大的負擔 帶得去就帶得走 至於你說為什麼這麼多口罩在山上 我覺得有些朋友可能覺得 我已經去到那個馬路位 有個垃圾桶在那裡 就扔了口罩在那裡 可能有些風 又或者是那些猴子 都拿出來 就會變成這樣的情況 是啊 這個我是很同意的 因為你自己的垃圾是拿走 何來有人幫你走幾個小時 山路上去和你收一袋垃圾 這個是挺嚴重的 尤其是上個禮拜我們做了一個題目 我們上去飛鵝山 哇 那些垃圾是多到恐怖來來來來 整個山頭 因為飛鵝山可能比較方便 很多人開車上去 沒錯 就休息就離開 不是走去 就隨手扔 以往也很多 特別多玻璃瓶的 飛鵝山有很多人上去喝東西 買點東西上去喝 特別多的 現在再多一些口罩 但我走其他的山徑 都有這些垃圾 口罩 膠袋 膠袋是更加的 長期都有的 所以就提一提大家 我想 真的不要帶垃圾 甚至我見有些有心的行山人士 其實他們是帶一個大的膠袋 上去執垃圾 反正他們有支行山象 就把垃圾拿走 這些就很有心 但當然我不是說 每一個人都要上去執垃圾 但起碼你不要去製造垃圾 我們有很多同軍的活動 都叫小朋友或者成年領袖去做這個工作 但我們高層人士都跟我說 其實阿財 你覺得這樣是通不通的 我說 消極一點來說 OK的 其實我們是否應該在教育方面做起 如果能教得到他們 把所有的東西帶回家 先扔掉的話 基本上 那些猴子就不會去掃垃圾桶 是的 牛也不會去吃膠袋 或者吃雞扒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反而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是的 不過當然 這個推行起來 就要我們不同的人去幫忙 是的 我們有行山 可能有這個意識會比較強 如果大家有行山的身手 或者不是經常行山 而是最近才有行山人 可以注意一下這個方面 有很多時候他們都會覺得這樣 我有時候帶一些學生 他們都會這樣說 喂 這裡擺到垃圾桶 為什麼我不可以放在這裡 帶完我之後 然後突然有一隻猴子走過來 就在那裡掃垃圾桶 把所有的東西都扔掉 真的 我經常都說 這些是否叫現眼部 立即就告訴他們 你扔在那裡 那隻猴子就出來 然後就把所有的東西都拆開 他不會和你把所有東西都收拾到垃圾桶 最後就是一吹 這樣就全山又是垃圾 所以要注意一下 上個星期 我們在PCM的雜誌裡 我們都介紹了幾個APP 是 才哥你也看過 你都可以的 軟觸路線 還有這個XWASH在香港 都多人用的 非常之好 但是你說 除了這兩個 都還有一些好東西 不要說好東西 有一點和大家分享 我可以有一個 叫做 MAPI.CZ 為什麼才哥會推薦這個APP 現在看到 這個就是這個香港地圖 我剛才聽到才哥介紹 我就下載了 先說說我的認知 因為我都很簡單 這個APP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是有全世界很多地方的 offline地圖 可以下載到你的手機裡面 沒錯 這個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正如我們剛才的節目開始說 如果你用Google Mac 又或者很多APP 是online地圖的話 當你去到某些地方 而網絡是接收得不好的時候 就等於廢了武功 沒錯 用不到 這個是有offline地圖 譬如我可以下載了香港 offline地圖 你就可以去到一個 沒有網絡接收的地方 都會看得到 而 那月放大的比例 其實都很高 譬如我現在這個 香港全圖 當作是香港全圖 因為差不多了 我再放大下去 譬如我們現在九龍區 譬如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地方 觀塘 你都會看到 其實是很細緻 就算在市區也好 譬如一些行車的方向 是否單程路 你會看到有箭嘴 哪裏有車站 小巴站 或者是有停車場 這些資料 以一個市區地圖來說 其實都很詳細 但是去到郊區 我覺得原來更加不得了 我們不如去沙田區看看 馬鞍山 馬鞍山 好 這裡 馬鞍山 你會看到 他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資訊方面 我覺得很適合大家 去找到 譬如哪裏有停 馬鞍山村 是 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譬如容易走的路 他也會跟資訊告訴你 有很多 超過路 廁所 有一條紅色的 馬鞍山交友徑 這條是交友徑 我們經常說交友徑 除了一條船灣交友徑 如果不適合大家去玩 其餘的交友徑 基本上都可以 一家大小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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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死亡交友徑 我們看慣慣地圖 就會清楚 哪裏會有一些特別 譬如馬鞍山 最划算是有這些 譬如想知道 那裏是杜牧洲石 他也會告訴你 那塊石 你看到 這塊石好像蜥蜴 又像一隻豬 究竟這塊是什麽石 它就會告訴你 那塊是蜥蜴石 這些東西 我覺得 對於我們來說 又會加深了 脆微性 當然 你說這裏有沒有 一些難行的路 告訴你 那它會標明 給你看到 四大路徑 以及一些交友徑 的資料 紅色的就是交友徑 或者四大路徑 容易看 有標示的路徑 另外路標也有 譬如C3301 這個位置 現在中間這個位置 就是路標柱 對 又說3301 究竟是什麽 好嗎 其實你會看到 四大路徑 我們經常說 或者交友徑 你都會看到 一條標距柱 標距柱裡面 會寫明 究竟是 你現在走哪一個徑 譬如你是M字頭的 即是物理路徑 或者L字頭的 就是鳳凰徑 C字頭的 代表是坑珠塞 坑珠塞的意思 就是交友徑 3301 剛才你提到 是 其實33 就是那條徑的名字 是 然後01 後面的01 就是第一條 起點的位置 就是500米 500米一條 對 對 你便很容易計得到 這次我走了500米是多久的 基本上 很簡單來說 我們有一個叫做尼史密夫理論的 我們很容易便會由平面計得到 究竟你走的時間要多久 例如我們平面地地圖 這樣計算 你是一公里的 大約是走15分鐘 平面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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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地圖是甚麼比例 當然 你說地圖的比例不同 那就有不同 例如我們用開 教山藝的HN20C 這樣計算 它就是1cm 我們經常說1cm 200米 3分鐘 走3分鐘 5cm 即是1公里 這就是以前我們用平面 即是紙張地圖 實體地圖 也有比例 對 1比2萬 這樣計算多少 1比2萬的圖 5cm 就是1公里 1公里 就走15分鐘 這個 電子地圖 你可以隨時去zoom 不是 電子地圖有一個好處 它就會幫你計算出來 只要你點A點 和點鐘點的話 基本上 它幫你計算 它會很容易計算得到 你究竟的距離 你去的時間 上高下低 等等的事情 只要你玩熟的apps 就可以了 現在就難搞 因為我的地圖 不是那個地圖 我覺得這個app 有一個好處 它都很詳細 還有 有等高線 基本上 如果你懂得看地圖 你會知道 你前面的路 是上山 下山 還有 那個邪道 究竟會不會上山 上得很急 這個 跟我們之前看 平面的紙張 地震處 出的紙的地圖 相當之接近 還有它很多的路徑 其實 一些比較少的小徑 它都有顯示出來 譬如虛線 這些 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徑 那些小徑 有部份是 有些是政府的地圖 裡面沒有的路 它都會標明在那裡 這個最好找一些 比較經驗豐富的人 有些小徑 有些小徑 有些隱蔽 周圍有很多樹 草 遮蓋 我們經常說樹 草等等 遮蓋 遮蓋 那些路口也不知道 那些有機會 另外 我們又說 我又有一個 不錯的Apps 介紹給大家 剛剛看不到 那是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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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也會有的 就叫Lucas Mac Pro 這個 我記得給一次 二十多三十元 它有一個 比較專業的版本 專業的版本 和不專業的版本 有什麼大分別呢 真的有一個很棒的分別 就是 你只要把那個 中間的十字 你點到哪一個位置 它就會告訴你 那十字的位置的高度 那你就說 阿財 你知道這個高度有什麼用嗎 其實真的很棒 譬如你由A點到B點 你有時候未必懂得看 指地圖裡面的高度 究竟是上斜還是下斜 你只要按一下A點 按一下B點 原來A點和B點之間 是有相距的 譬如相距200米的 那你就知道 哦 原來我這段路 是要下200米的山 那就變了 你會有一個心理的準備 是 容易做很多 還有它 很多資訊性的東西 它都會告訴你 請你聽 請問 請問 會否介意 申請 出版的名字 請問 這裡 喔 叫做 網頁 可能都方便大家 LUCUS 現在我畫面這個網頁 LUCUS MAP 他只有Android版 他只有Android版 不好意思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是用Android機 也不是的 這個也是全球地圖 是全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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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你去到外地行山 你去日本行山 你去台灣行山 他首次會送三張地圖給你 三張地圖 我剛剛彈到香港 台灣和日本 我就可以看到不同地方的資訊 基本上都差不多可以先用 如果你要買到外地的地圖 都是很便宜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十多元 有幾張 那裡面的資訊 真的很多 你可以做到一些 我們經常說 Wood Planning 就是你在家裡 已經可以做到的預算 譬如你從A點走到B點 你需要用多長時間 上高下低多少 你那條路總共需時等等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告訴你 現在無法拍攝 現在無法拍攝 如果拍攝到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 他會有不同的資訊 告訴大家 另外 他最划算 他會和你拍攝一條 進切面圖出來 你就知道那天行山 我先上斜 上得急不急 下了沒多久 又回到原地 類似這樣的資訊 很多不同的資訊 他都可以告訴你 不過也是這樣說 其實每一個APP 都有不同的特點 很多不同的APP 都會有這樣的資訊性的東西 不是說我這個一定可以 就是最好 而是我經常都說 好像我們行山界 我都很喜歡教學生 會說一句就是 沒有最好的裝備 只有最適合你的裝備 是 我見到行山老前輩 他很可能 穿對白飯魚 都會贏我們的 對白飯魚 對於他來說 就是最好的裝備 是 他習慣了 我們 看看那些行山鞋 千多元一對 他只是一對白飯魚交 拖鞋又 沒有說白飯魚 真的有時候 有時候跟他們 我又是說那句 沒有最好的裝備 最適合你的裝備 你認為那個鍋 是適合你用的 你就買那個鍋 不會說 這個鍋 阿財用開的 就是全世界頂尖的 你們每個都要用那個鍋 是絕對不會的 絕對不會的 正如我們經常說 你用開哪個APP 你認為那個APP是好的 你就用回那個APP來做 那到你找到另外一個APP 更加令到你滿意 那你就兩個APP 都下載了在電話裡 兩個APP 甚至乎我上次介紹 對 其實都適合香港人用 因為 有個好處就是 它有很多本地的 行山路徑資訊 即是中文的 你把鍋按下去 你當一個 看一看 其實就會比較清楚 當然 在山上的指示 或者香港行山 遠足路線 這個APP 都有的 只不過它們的用法 就有少許不同 很棒 這兩個都夠用 很棒 不過如果 我要一些 offline地圖 或者再精緻一點 剛才剛剛介紹的兩個 都不錯 我覺得 因為 始終 Charles Walsh 有個好處就是 它 選擇比較多 因為它的路線建議 除了它的APP 其實它的網頁上 還有更多路線 當然那些路線 就很多是 行山的朋友 自己 推介上去 擺上去的 那些就跟 康民處 這個漁護處 出的就有些不同 那些就高階版的 有收錢的 什麼都有的 倒轉行又有 將兩條 這些路線 拼合 當一條又有 有的 很多變化的 所以大家可以按自己的時間 興趣 你和什麼人一起走 一家大小 和自己一個人去 或者和朋友去 又有不同 視乎那個能力 我覺得 其實是 玩得多 你培養了興趣之後 你就會覺得 你會深入一些研究 某方面的東西 裝備 路線 裝備 路線 我經常都說 初初跟人玩的 第一時間 先不要買這麼多東西 不要買 你不要看到那件東西 你會覺得 誰穿那一對 我又買回那一對 不用的 用了家裡 有些什麼 帶去 到其次 你發覺 用親身體驗 覺得不夠 我穿棉的T恤去 為何下山 坐車的時候 旁邊的人都會走開 因為臭 因為臭 阿財 為何你又不會 因為我有一件 是Symphatic 即是我們排汗 不會那麼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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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我們下山之後 我們會戴後備衣服 我們換件後備衣服 沒有那麼臭 我們回家的時候 乘巴士 或者乘地鐵 都不會讓人走開 我們經常都說 不同的需要 就是要求到哪裏 如果要求 我想學得深入些 我想玩起來 我會覺得沒有那麼困難 我會享受旅程的話 事前的準備功夫 要做過多少些 如果不是的 我只是擔心脫褲子 出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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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那裏 找一位親子路線 怎樣 payroll to 城門水堂行 Futoon 這麼便 Boshetto 河貝水堂行 Futoon 國家行 Futoon 這已經好 帶着小朋友到 cœur 給他看看山山水水,比在他家裡打遊戲機 星期六天跟他出去走走,剛才你說到城門水堂、河背水堂的路線 如果你說一個新手,有什麼路線你推薦他去走走? 我又不敢說了,我怕說了之後,今個星期那裡塞車 城門水堂不用你說,每個星期都在塞車 對呀,譬如你去金山家具公園那裡 太出名了,本來就塞車了 大佬野豬都不敢出來賺錢,因為人太多了 其實大部分香港挺好的,我們所有交易的地方 基本上是一個小時我們已經達到 我其實最喜歡的就是香港島住的人 他真的很快就可以上山,然後下來吃下午茶也行 對呀,無論中西區也好,或者是東區也好,都有這個特色 沒錯,譬如你住在西貢,那就慘了 為什麼慘呢?不是說行山慘,而是出入市區慘了 因為呢,逢是假日,很多人走了去,早上就衝進西貢 四、五點就出來,變成塞車,等等的事情 等小巴等級,等不到蛇餅 對呀,不同的路線呢,我都希望大家這樣想,分散一點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水塘,不同的水塘都是一些很好的路線 又看到一些水,又看到一些山,如果真的想不到有什麼路線 我們可以賣廣告,幫政府賣廣告,行山落,又是幫同軍總會賣廣告 山嶺同行,你們想山嶺同行的網頁,你走一星線、二星線 那些是很容易走的,它會告訴你,沿途有什麼,很棒的 這個真的要多些 如果是同軍走的,走完之後呢,我們有一個金屬章送給它 就是那條線的金屬章 但是普通人都可以一直跟著那條線,走都沒有問題 例如我最近帶了一班小朋友,他們走了一條二星線 就是在西貢的西灣亭出發,去鹹田灣 然後就經過全香港最漂亮的三個沙灘 鹹田灣、西灣等等的地方 然後就走上北潭坳那裏,搭車走 小朋友都玩得很開心,因為他又見到海灘很漂亮 他又見到每一個地方,只然之,我經常都覺得 你出了去郊外,你個人都會開懷一些 至少不用戴上口罩,都有些扭計的 後來上山的時候,那條斜路慢慢地問財 財,財,什麼時候到啊? 他很煩,我說,你自己計算吧 我現在給你一張地圖,我不是教過你嗎? 一、二、三道理,你記不記得嗎? 我說,我記得,我記得,地圖的1cm,實際就是200米,走三分鐘 那你現在自己計算吧,計算到那裏,大約要用多長時間呢? 他說,我看到都是半個小時而已 不過你不記得,我們現在上車,每上一條等高線,我們要加多少分鐘啊? 我說,有些人走得快點,加兩分鐘,有些人走得慢點,好像我們一樣 我們加三分鐘,另外一個,一、二、三道理 一條等高線,垂直間距20米,加三分鐘 無論你上落,我們都加,那你就大約算到,你用多長時間走那段路 我說,你已經算了,你不要再問財,究竟還要走多長時間才到車路 原來這個有效的,你給他一點東西做,他又計算一下,計算完之後 都幾準啊,不過我現在快了五分鐘啊 你快了五分鐘,多厲害啊,證明你走得快了,你不累的,是不是? 剛才你又說,又說累,又說這又說老 現在我教了你這個方法之後,你是不是覺得多有效呢? 是哦,是哦,是哦 好了,你長大一點,你記住了,都要來上我們同軍的遠足班,或者地圖班 那你就會學多很多不同的知識上面的東西 那你又試試跟那些小朋友玩玩這些遊戲 例如我們會介紹一下他不同的植物 那不同的植物,介紹一下他就會覺得很開心的 那當然,有時候我不是所有的植物都會認識的 那變成有點不認識的時候,我跟那個人說 拍照先,我回去查一查 哇,那個小朋友居然拿個Apps出來 他說阿財不用了,現在我收到網了,我拿個Apps照一照 我看到那個植物就叫什麼名字了 哇,我說這麼先進的? 那第二天不用,我帶你去看也行 不,不,不,你講得開心點 我說,是啊,多一點你跟我們山嶺同行走 其實引申到就是,你帶小朋友出去行山的時候 不要經常跟他們說快點,快點 他們會覺得很辛苦 慢慢享受那個路程 對,享受,跟他們拍照 給他們多一些樂趣性的東西 有空,如果走得這麼厲害的,上到山頂 掌他一粒糖吃 他很開心的了,在家裡給他一粒糖吃 他覺得沒什麼 但如果你去到山頂,他很辛苦走完之後 你給他一粒糖吃,他覺得那粒糖特別甜,特別好吃 這就是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樂趣 或者看到一些綠色的植物,他們都會覺得很樂趣 那次我又教了他們,你怎樣看香港四大毒物 那你要找到那四大毒物出來給我看才行 最簡單來說,如果大家去走這個甘山街公園 甘山街公園那裡有很多猴子 其實你知不知道那些猴子為什麼會來呢 因為以前水塘有一種植物的種子有毒 那些人喝了水就會肚子,唯獨猴子就不怕那種植物 所以當時是魚龍處的那種叫魚戶處 引入那些猴子就吃掉那種植物的種子 英國政府引入了印度尼喉來吃的,叫做馬錢 馬錢其實是一隻中藥,但你生吃就不行 你製了中藥就可以了 那你走過就告訴他們,這個是四大動物,馬錢 現在還有沒有人吃光了 那些猴子不吃馬錢 現在不吃,太多好東西吃 那些猴子有人餵,我很反對 我很反對那些人去餵猴子 變成那些猴子會看到有人的話 就會覺得那些人是餵牠的 現在已經是,那些猴子是有攻擊性的 尤其是我跟朋友說,你走馬錢山,成門水塘好,金山好 你千萬不要掛一些,或者拿著背心袋 就算不是食物好,他看到你有背心袋就當是食物 不是啊,我會跟那些同軍,不要說同軍 我會跟那些學生這樣說 你小心點啊,吃東西那時候 你不要拿衛康和白佳的膠袋出來 背心都出事 否則的話,那些猴子認得白佳和衛康的 如果你拿華潤就不會認得的了,當然是開玩笑 他會說,拿著背心袋出來有什麼問題 有一時拿著兩東西就跟你搶去 因為他覺得那個袋裡面一定有東西吃 有時候那些朋友的背囊比較輕 比較輕,他放在一邊也不看 整個背囊拿走他 他掃完一陣子,沒東西吃就丟了 那你就慘了,你真不知道怎麼找回銀包等等 所以我們經常說,金山街的公園要小心 他很喜歡欺負一些女人或者小朋友 因為比較上沒有那麼兇 其實我們經常說那些猴子等等 那些動物都是欺善怕惡的 而且很厲害的,他懂得在你背後 你看著那隻就沒有攻擊性的 旁邊左右的人就會過來搶你的 那隻只是引你的,你要注意到 不是說故事,這是事實來的 真的,千萬不要露眼,不是財不可以露眼 教袋啊,袋也要關起來 最好就是背在背部,不要那麼害怕 所以馬路是很厲害的 我看過真人真事 我剛剛跟學生說完這件事 有個女人拿粟米出來吃 他真的很厲害,一刻拿粟米出來吃就搶他 那個女人不放手 我跟他說放手啊,放手 你不放手,他一抓你,你就麻煩了 一來就是破搶,另外一件事 破搶風針,打到肚臍 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打肚臍 不是,是打三針的 是呀,那就無謂了,我說放手吧,給他吧 誰叫你在他面前吃東西 他真是抓你的 抓你的 譬如我們教班也有 我不是說他不對,而是他 明知隔壁就有猴子,開了壽司 放在桌子裡吃 他沒錯,他沒錯,不過那些猴子錯 最後的結果當然是沒有了 還有,猴子真是,他是欺善把惡的 攻擊小朋友和女人,他專長 所以,另外如果他真的攻擊你的話 你記住,真的放手,不要跟他搶 他一抓你,你真是不得了 我不是說他,你不夠他打 而是,他抓到你的話,你很煩 首先,破搶已經不太好 另外一件事,你要回去打針 又加重了現在醫務人員的負擔 就不太好 所以我也覺得,在他面前的,你就不要吃東西 或者是,那些路都是很短的 你中途吃東西的時候,小心看清楚 這樣會好一點 金山城門水塘都是熱門 即是,撞到猴子 實在撞到,沒可能撞不到 基本上,群體一堆的話 他們僅有一隻領袖出來兇你 這些要小心 我今天也分享了很多 多謝阿財哥 阿財哥 因為行山來說,很多樂趣 挺舒服的 在郊外地方,休息一下 尤其是大家可以脫下口罩 舒服一下 接下來的星期六日,如果天氣都好 上個星期六日突然又冷又下雨 差一點 接下來應該周末的天氣都會好一點 如果大家有興趣行山 可以不妨留意我們剛才所說的事情 特別不要製造垃圾 再說一次 把人家的垃圾帶走 帶回家 很重要 可以保持一個美麗的交野環境 將來你再去的時候 都不會見到通山垃圾那麼慘 好嗎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 大家有興趣行山的 可以今個星期去試試 拜拜 好